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翻越无数座大山,跨越密集的河流 从巴蜀连通汉中 进而直达八百里秦川的道路 我们统称为蜀道 蜀道有名的有三条 其一是米仓道 我们去年游览秦岭的时候 曾经拍摄过米仓山下的米仓道 其二就是蜀之道,直达重庆福岭 这条路是因为专为杨贵妃送蜀之而得名 其三也就是最出名的,就是金牛道 穿越天险,直达蜀中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齐子 我们现在是在陕西汉中的缅县 在我身后就是古阳平关 这个位置也是蜀道金牛道的开端 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是要从这个位置 就是一直走金牛道进入四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 大家就跟着我的姓朋友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蜀道到底有多难 然后也去看看现在的金牛道是什么样的 金牛道这个名字的来历很别致 相传在战国时期,秦国想要征服蜀国 但观山万里,道路险阻 秦王呢就命人造了五头石牛送给蜀王 并且谎称这石牛啊能日产千斤 贪财的蜀王呢就命武丁力士开路 迎接石牛 道路修通了,蜀王迎来的不是能日产千斤的石牛 而是秦国的万千铁骑 于是呢,蜀国就灭亡了 后来,人们就把这条路称为金牛道,或是石牛道 近乎不可思议的传说流传了几千年 人们也早已习惯了 称这条入属的道路为金牛道 在沿途的许多地方呢,都有记载 牛的雕像也能见到许多 从古阳平关所在的缅县一路西行 不久就能够到达宁藏县的阳平关镇 这里如今是宝城铁路和阳安铁路的交汇 嘉陵江绕城而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离开阳平关镇,金牛道就存在走向上的争议了 有人说,应该是从杨平关镇到达青川的白水关 然后再到昭化古城,也就是古家门关 也有人认为,应该是从杨平关镇直接往南 沿着嘉陵江河谷直达朝天 这就是金牛道的白水关说和朝天说 我们这次呢,是选择了后者 从杨平关镇直达广原的朝天 一路上山川险峻 古时候修建古道,夺采用沿西河城路 领横月亚,陡峻盘旋,险绝而战的方法 战道相连,沟壳纵横,蜿蜒齐驱,最为齐险 到了江盟关之后,金牛道一路向南过建阁 这一段被称为是金牛道中最为险峻的一段 建门关这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故事 将为栗战中会的场景,仿佛就出现在眼前 这一路上,蜀道一直是弯弯曲曲 上坡,下坡也非常频繁 可想而知,这要是没有如今的公路 古属道的艰难程度,属道的难,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 继续在大山里穿行 当我们走到紫童附近的时候,景观又大有变化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到了四川绵阳的紫童县 在紫童啊,有一个宋险亭,意思就是颇去平来 当金牛道走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走出了山路 马上要进入成都平原了 紫童的这座七曲山,就是金牛道最后一险 过了宋险亭,再往南,就正式的进入了四川盆地 广袤的成都平原,相比较之前的道路,可以说是一马平川 金牛道再经广汉,德阳就能够直达成都 其实,金牛道历朝历代都有修复,走向的也都有变化 像之前我们提到的白水关说和朝天说 我认为就是不同时代的产路,至今呢,也都在沿用 就比如说,现代连同川闪两省的公路、铁路 也大多是沿着金牛道等古老的首道线路而建 我们一路过来,大多就是沿着108国道在走 金牛道一路崎岖,展现出古人的智慧和不惧艰险的品德 一路上无论从风景还是历史文化角度 都值得我们去反复地研究和欣赏 这条金牛道你准备好走一走了吗 我们从陕西走到四川,现在的金牛道路况是非常不错的 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走 但是在走山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弯是比较多的,坡度呢,在很多地段也是比较大的 依然不是特别的好走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来到这附近就可以走走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 拜拜